了 现在石油鸣战败了 仙月又回来了 我的任务呢也差不多了 我想回去 你又闹什么 我没闹啊 那我说的都是事实吗 仙月回来了 有她在南岳 你不再需要我了 我不回去干什么 你又乱说话 是谁说你什么了吗 事实就是这样 瑶瑶 仙月大祭司是复活了 但这并不代表 你就要离开啊 那你告诉我 我留下来有什么用 我既不能上阵杀敌 也不能治病救人 我只会添麻烦 我留下 对你们真的一点帮助都没有 谁说的 至少 温天他需要你啊 如果你在的话 他的功力就会加倍 可是如果你不在的话 他的功力就会减半的 慕莲 你什么意思 谁说瑶瑶不在 我的功力就会减半 你们就别安慰我喽 我想这个 也是还给他的时候了 丁姑娘 听琴 你找我什么事啊 仙月大祭司 请你到尼瓦神殿谈谈 仙月找我谈 嗯 仙月大祭司 你找我 你来了 你娃娘娘好漂亮啊 我师父是大帝之母 黏土造人 胸怀天下 没有他 就没有现在的人间 你也一样啊 我说过 其实你我本是一个人 夸奖你就等于夸奖我自己了啊 对了 你找我什么事啊 我觉得石幽明没有死 他没有那么容易被打败 胡姬造反 我们杀上幽明宫 完全在他的计划之外 他没有想到我们这么多人 会突然杀上幽明宫 若他不诈败逃走 恐怕真的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我也觉得还有续集 续集 我又说你们不明白的话了 对了 其实我也有事情要跟你说 你有话就说吧 我想回去了 希望你留下来 帮温天找回十二颗灵珠 然后除掉石幽明 然后 然后 你怎么这么想呢 应该离开的是我 不是你 怎么会呢 我根本不属于这个时代 就好像刚才 我说的话你都听不懂 还要花大堆的时间去解释 而且 温天跟我在一起只会受伤 可可 刘耀 其实你就是你 我们虽然是一个人 但性格各异 温天喜欢的是活泼开朗的你 而不是连感觉 都没有的干涉 其实该退出的是我 怎么会呢 给自己点信心 既然灵珠选择了你 那就说明你比我优秀 其实 我的复活 本来就是个错 我和问天不可能了 你好好休息几天 等身体恢复了 我们联手 或许可以查出 石庸明的下落 怎么样 找到了吗 方圆百里都找过了 没有发现他 他现在受了重伤 应该跑不远 可人呢 会不会跑到仁族去了 找不到他的尸体 我们就不能高枕无忧了 再多派人手 把整个鬼鱼给我搜一遍 也要把石庸明找出来 他现在受了重伤 正是我们通下杀手的好机会 绝对不能给他翻身的余地 否则 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明白吗 明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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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曲 李宗盛 转眼尖沧海桑田 年远的远的 都说爱是自己心灭 感应手去追逐一 怎么也忘不了这个地方 既然回来了 就想来看看 你呢 我也是 开心不开心的时候 我都要来这里 这里有很多回忆 只是回忆 这些回忆 永远都忘不掉 回忆就是回忆 该忘的就忘了吧 你已经伤害了一个女 不要再伤害另一个 谁又贪得见 潮潮断断 眼前的永远 免了我们谁也没有背叛过神 这一切都是一场误会 可我们却终因为误会 而互相残杀 这说明我们的感情不劳工 对彼此不幸 才会让石游民有了机会 离间我们 都是因为我 才把你害成这样的 渐渐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 你想补偿吗 我觉得我该补偿你 全心全意对丁瑶 瑶瑶 我和丁瑶本就是一个人 只要你好好地对他 就是对我最大的补偿 显云 除掉石游民后 我就回南越古墓 永远不出来 显云 这些罪过 不应该让你一个人承担呢 如果真能一人承担的话 不是件好事吗 你去陪丁瑶吧 我想一个人静一下 才知远时分心一遍 向天再见一万年 那一道万年 谁又看得见 九种结界 天生的思念 爱到万年 谁又看得见 潮潮断断 眼前的永远 爱到万年 谁又看得见 九种结界 天生的思念 爱到万年 爱到万年 谁又看得见 潮潮断断 眼前的永远 殿下 我们龙族的金丹 只能延缓妖气的蔓延 不能彻底跟出 羽蝶姑娘 种的是石油鸣的妖气 不是一般的丹药 能治愈得了的 哪怕是走遍天涯海角 我也要救她 现在也许还有一个人 能救她 谁 仙月大祭司 仙月大祭司 她是神级 如果她肯出手 用她的仙气 化去石油鸣的妖气 羽蝶姑娘 也许还有一丝的希望 瑶瑶 难道 慕莲姐 怎么了 从仙月大祭司那儿回来 一直都闷闷不乐的 有吗 怎么没有 你昨天走了之后 问天眼还担心半天呢 她担心我 我回来的时候 也没见她问半句 一大早就不见了 担心我 她怕你们两个在吵架 我们两个 才没她那么小心眼呢 再说了 为了他吵架 我们俩也太没劲了吧 没有就好 其实 问天家在你和仙月大祭司之间 他也挺难受的 那我不难受啊 那你呢 你家在雨蝶和无道之间 你不难受吗 好好的 说我干吗 你说了我这么多次 我说过来一次吗 雨蝶被石油鸣的妖气所伤 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他抢了你喜欢的人 你还这么关心他 无道选择他也不是他的错 只怪我和无道没有缘分 你不是吧 一个为了爱情 可以牺牲自己的伟大女子 在你面前 我怎么觉得自己这么渺小啊 你呀 就是奇谈怪论多啊 对了 牟连姐 我呢 想回家去 织办点东西 顺便看看老爸 瑶瑶 你不能遇到什么事情都要逃避啊 这次绝对不是 我想给问天一些时间 让他好好想想 那你就不怕你这么一走 问天和仙月大祭司他们俩 俗话说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强求也没用 况且现在石油鸣也跑了 暂时呢没有什么事情 可以趁这个机会大家冷静一下 哎 牟连姐 你没有私事要办吗 让你这么一说 我也想回去祭奠一下我的家人 你是应该去散散心了 谁都看得出来 你为雨蝶跟吴道的事情很不开心 心里总是记挂着他们 你不烦才怪啊 那你什么时候走 我们一起啊 我还没想好呢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吧 我还是回家吧 我想我罢了 可是 你没有护身符怎么回去啊 我去跟仙月借啊 你这一走 问天又要无所事事了 也许呢 我走了 他和仙月能再续前缘 那我就不用回来了 你放心吧 我知道 他的心是在你这边的 是吗 不开心的话别讲了 我们一起走吧 把问天自己一个人留在这里 闷都闷死他 你呀 走 收拾东西去 爆 爆 怎么了 寻山小妖在后山发现雪迹 可能是石油鸣的 什么 坏了 石油鸣要是找个地方躲起来疗伤 等他伤好了一定会来报复我们 马上给我去找 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他在哪儿 是 一定得找到石油鸣 否则的话 就没有太平日子过了 好 好